嗨,大家好,我是刘思姐 来到美国已经是十多天了 这十多天呢,除了导时差之外呢 我和老李有时间呢,就出去溜溜弯,散散步 再就是女儿下班呢,连我们去超市逛一下 当我们来呢,女儿逛超市的频率也多了 本来是这边呢,都是一周去一到两次的超市 我们来了以后呢,孩子也是为了让我们姐妹儿啊 没事就上超市逛一逛 人家这边呢,就是一去买啊,就买一大车满满的 这样我们去平了呢,就是每天买一点 今天买颗葱,明天买点蒜的啊 就是想起啥呢,反正每天就买一点 最近这边呢,连着下了四天的雨 今天呢,天气还是很阴啊 虽然说是雨停了,但是有可能一会儿还要再下 他这边这个雨啊,一下就下四天啊 就是不分白天晚上,一直在下 我的心情啊,随着这个天气呢,也是阴沉沉的 我想跟朋友们唠一下啊 就是老年人适不适合来美国啊 甚至是老年人适不适合到国外居住 有很多的不适 我非常怀念国内的大市场 想买什么,泰特就去买啊 琳琅满目啊,什么都有啊 这个再一个呢,就是价格的问题 这边菜呢,虽然说是 好像是看着挺便宜的,一块两块的啊 但是呢,它合起人民币来,它一点也不便宜 而且呢,它这边的蔬菜呀 我觉得水果都不如咱们那边新鲜 它这边都是基本上给你什么洗好了的,麻好了的 不像咱那边呢,从那个地头直接拉到咱们市场 你想吃什么都有 特别想吃咱们假象的那些土特产啊 特别想念咱们那边的一些蔬菜 哎呀,既便宜又新鲜 水果也是的,既便宜也新鲜 无论是蔬菜也好,还是这个水果也好 尤其是水果,真不如咱家里那边的好 特别怀念家乡大市场 想买啥就买啥 再说一下这个语言啊 你看像我们这个年龄呢 基本上是都是不会说英语的 别说说了,连听也听不懂 你像老李会说一点啊 然后还懂一些 交流呢也可以啊 如果他在这边生活呢 就比我是要强得多 我呢就是只会说OK 我的天哪 Thank you 只会说这些英语啊 好多朋友也嘲笑我 说四姐来到美国 英语都 英语水平都健长 只说OKOK的 让朋友们见笑了 我真没办法 你不说OK 你说好好 人家也听不懂 你不说吧 你跟个傻子似的 你没有个回应也不好 所以说我的英语只徘徊在 OK Thank you 还有 还有什么 好像也没啥了 所以说这个语言啊 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你不懂 人家也不懂你的 你也不懂人家的语言 所以说出门 你也不敢出门 在这就感觉好像不自由 一点也不自由 虽然说是你可以出去走 但是你出去走 你这个语言不通呢 语言不通 你看什么也不懂 所以说就这样 也不愿意出门 也怕人家笑我 看看这是我女儿买的小宠物 自从她那个小老鼠去世以后 我们来之前 她就买了这个小鸟 这个小鸟呢 没事我在家就逗逗小鸟 这个小鸟还是挺好的 挺有意思 有什么 我们两个逗嘴 我们来到这儿 她这边的所谓的商业街 就是集中到大马路和高速公路的两侧 就是住宅区呢 她这边就没有任何的小超市 小作坊 小饭店 什么都没有 这个住宅区就是住宅区 我听女儿也说 假如说这个住宅区有了商业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会安宁 不会清静 美国人呢 他们都喜欢什么 安静 自己住的地方呢 比较静 不喜欢就是和这个商业融合到一起 买东西呢 都要开车 一周呢 去上一到两次 可是一一买买一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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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毛呢 我给她拿走啊 看一下 这个瓺横的 全是毛 给她拿走了 而不是在居住区 居住区是没有任何的商店 小作坊 还有这个饭店超市都没有 你要去的话 必须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他们这边呢 也都是习惯了 可是我们到这不习惯了 我就习惯 出门不远就可以买到菜 出门不远呢 就有超市 我是习惯那样的生活 所以说到这边这个购物 我也不习惯 这边人烟稀少的 就像一个大农村似的 所以说老年人来到这 真的不适应 就是年轻人呢 也需要一段时间 来适应这种生活 这种叫孤独啊 还是寂寞 但是一旦适应了呢 可能他们就不喜欢 这种闹市区了 回国呢 可能就不太适应了 我女儿呢 我说这种生活 你习惯吗 你适应吗 他说我现在适应这种生活了 反倒他不适应 这个人太多 太热闹 太繁华的地方 他有点不太适应 那种生活了 这才 就是什么 才来了十几天 我就感觉到 就是孤独和寂寞了啊 真的不适应 我觉得老年人啊 真的不要出国 不要换地方 偶尔来玩一玩还行啊 你要长期住 真的 我觉得会憋坏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有的人说 国外是天堂 也是地狱 我认为不是天堂 也不是地狱啊 来到这儿呢 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觉得国外更不适合 咱们老年人再来生活 人家呢 一直生活在这儿的 还是比较适应这边的生活 可是我们老了 再来到这儿 就是一点都不适应 所以说我真的不建议老年人 再来国外生活定居 一点不适应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说的呢 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只代表我个人的体会啊 来到美国这几天的体会 好了 欢迎朋友们在屏幕下方留言 点赞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